绍兴十九年十二月 海陵王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 杀死金西宗自立为帝 绍兴二十一年三月 完颜亮令尚书又丞相张浩 仿照北宋汴京的城市规模扩建燕京 绍兴二十三年四月 完颜亮迁都燕京 并改燕京为中都 完颜亮迁都 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河东河北的 以及中原地区的统治 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对南宋发动战争 绍兴二十八年 宋朝使者孙道夫回国后 立即向宋高宗禀报 金朝有南下恭送的意图 宋高宗认为 金朝没有理由恭送 因此没有重视 丞相汤斯特怀疑 孙道夫想以此为由 使主战派宰相张俊得势 便将孙道夫贬往绵州 绍兴二十九年正月 金朝将除四周之外的雀场全部关闭 终止了宋经之间的边境贸易 二月 完颜亮命公布尚书苏宝恒 在通州打造战船 并征调各路猛安谋客军 凡是二十五岁至五十岁者 全部编入军级 同时为了便于指挥南清的京军 完颜亮加紧修建开封宫殿 以便尽早迁都开封 绍兴二十九年末 金朝使者施医生向宋朝透露了 金朝随时南清的消息 宋高宗一面立赵苑为皇子 以便在抗金刑事取得不利时 退位甩锅 另一方面 于绍兴三十年二月 派叶一问出使金朝打探虚实 之后又派贺允忠再次出使金朝 两位使臣都带回了金朝 避判盟约 金军即将大举南下的消息 又承向陈康伯兵部尚书杨春 随即调兵遣将 立即筹备两淮地区的防守事宜 阻止金军渡淮南下 在金朝南清的威胁下 左丞相汤斯退遭到了 主战派的反对和攻击 宋高宗出于对自身安危的考虑 被迫将其免关 同年 王延亮下诏 签发各路汉军 以扩充南清的金军兵力 绍兴三十一年春 王延亮抵达开封 三月 宋朝调整了御敌部署 并开始重用主战派官僚 五月 金朝派使者前往临安 使者当面辱骂高宗 并要求派大臣前往开封 商议将淮汉流域的土地 割让金朝 两国以长江为界 六月 王延亮监督开封 战争已是迫在眉睫 南宋群臣议论纷纷 但是 主和派依然主张 放弃临安南逃 陈康伯坚决反对 金国不遵守盟约 苍天和百姓都感到愤怒 今日之事有进无退 一些太学生也积极请战 宋高宗于是下令备战分四路迎敌 以吴陵为四川宣服使 负责川山防务 以老将刘启为淮南江南浙西制制使 负责在江淮地区抗击京军主力 以成敏为京湖制制使 领兵三万镇守鄂州 与鄂守襄阳的武拱相互配合 防守长江中游 以李宝为沿海制制使 率战船120艘驻扎平江 防止京军走海陆袭击临安 8月 淮北中义军卫胜收复海州 李宝率战船120艘 弓弄守3000名乘船北上 不料船队自江淫出发后遭遇风浪 于是被迫撤回明州休整 9月 完颜亮将60万大军兵分四路 东路由完颜亮亲自率领 由寿春宫淮南 中路由刘厄菩萨乌者率领 自蔡州进攻京湘 西路由图丹和喜张忠燕率领 统兵自凤祥进攻大三观 水军由苏宝恒完颜正家率领 走海路直接攻打临安 完颜亮进发全国之兵 大举南下攻颂 目的在于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实现统一宏图 西路京军首先南清大三观 驻扎在清野园的武林 立刻派大将高松等领兵救援 迎击京军 同时又派部将彭清 率军攻打宝鸡 连夜袭击了京军的桥头寨 随后又派部将刘海收复秦州 首将萧继投降 武林部将曹修一举收复陶州 彭清收复隆州 从而遏制了西路京军的进攻势头 中路京军南下攻入通化军 首将张超率部顽强抵抗 击退京军将城池夺回 此时 完颜亮率领的京军主力 也向着两淮地区推进 他下令在淮河上架设浮桥 指挥京军渡淮南下 号称百万大军 驻守扬州的刘齐很快派兵北上 并在宝印淮英须于驻扎军队 加强了淮东的防务 然而防卫淮西防务的王全 却始终待在建康 迟迟不肯进兵江北 经过刘齐的再三催促 王全才无可奈何的与妻妾挥了告别 领兵进驻赫州 但是他又按兵不动 刘齐再三催促 王全才抵达卢州 却又不做任何的设防 淮西地区的防务依旧十分空虚 10月 刘齐率军赶往淮英 此时的京军也到达淮北 双方立刻剑拔弩张 由于刘齐精心不防 东路京军始终被阻击在淮河以北 然而中路的京军却因黄泉的失职从容渡过淮水 挺进淮西 王全得知京军已经渡过淮水 慌忙从卢州逃往贺州 之后又从河州逃往建康 京军如辱无人之境 一直打到了除州 濒临长江 由于淮西已经失陷 宋廷急令刘齐退守长江 刘齐在得知京军已经进入淮西 王全临阵拦讨 将来反武空虚的时候 被迫领兵退回扬州 当王全弃卢州 刘齐回访长江的消息传到临安时 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宋高宗此时已经做好了沉船前往海上避烂的准备 朝廷的文武官员也纷纷送家眷离开临安 只有陈康伯和国子叶黄中的家眷没有撤离 陈康伯此时鉴于人心惶惶 力劝高宗亲征 临安的太学生也联名上奏 请求高宗出征 高宗健壮被迫表示亲征 于是命业一问都市江淮兵马 于影文为参谋 此时京军已经南下攻取了珍州扬州 刘齐退守瓜州 为了表示抗京决心稳定军心 刘齐特意将妻子从京口接到瓜州 然而毕竟刘齐年迈且患有重兵 宋高宗命他退回长江防守 刘齐只好领着兵马率军退守京口 自此淮西淮南全部落入京军之手 10月 正当宋京双方作战震撼时 经南征万虎完颜副寿 完颜某眼等将领返回东京辽阳府 发动军事政变 拥立东京留守完颜某为帝 视为金世宗 完颜某继位后改元大帝 下诏废除海陵王完颜亮 很快黄河以北相继拥抚于完颜某 完颜某陷入绝境 气急败坏 孤注一掷想要与宋军决一死战 11月 完颜某抵达长江北岸 日夜打造战船 准备从彩石渡江 宋庭以王权失职将其解之罢官 召回临安另派李显中替代 孕文奉命前往吴湖督促李显中夫人 并代表宋庭前往彩石 未劳军队 随着王权拦逃的18000人 刚刚退到彩石 由于主帅应召而去 新帅尚未到任 军中无帅士气低落 当孕文抵达彩石时 军队三五成群散布江岸边 解安宽甲坐于道路两旁 毫无斗志 孕文认为坐等李显中到任 必然会移物战机 于是立刻召集诸将 动员他们同金军决一死战 同时又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 使彩石一带的防务顿时好转 事实证明 宋朝军队不是不能打 而是因为王权贪生怕死 移物了战机 才导致这支军队毫无斗志 此前 苏宝航所统领的水军 在陈家岛筑屯 准备按照王爷亮的部署 于10月18日开往前塘江 攻打临安 然而因风向不对 迟迟没有出发 此时宋将李宝率战船北上 先解海州之围 与卫生会师后继续北上 开往陈家岛 借着南风向金军战船发起猛攻 一时间火箭齐发 600余艘金军战船被焚毁 数十艘幸免于烂的金军战船 顽强抵抗李宝指挥战船靠近敌船 宋军将士趁机跳上敌船甲板奋勇杀敌 金军水军在宋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 除了苏宝恒逃脱外 其余水军全部被宋军歼灭 李宝在陈家岛全监金军水军后 得知王爷亮率军南下 于是率水军返回江南 由于王权的弃军南逃 让王爷亮误以为宋军已经溃败 长江南岸无兵把守 于是在11月8日指挥数百艘战船渡江而来 不久金军70艘船已经抵达长江南岸 金军弃船登岸直扑宋军 宋军稍稍后撤 宇文剑壮立即冲入军中 摸着宋将石军的背道 你的胆略勇武 名震四方 这事怎么能像个女人一样 站在阵后 石军听后立即挥舞双刀 冲入金军阵中 宋军士兵也跟着他争相冲杀 与敌军殊死搏斗 停泊于江中的宋军水军 在江中阻截金军船只 用霹雳炮向敌船射击 一时间江面上弥漫着烟雾和石灰 金军水军无力抵抗 宇文又令当途民兵驾车船 攻击金军船队 当途民兵的车船 船型如飞 船上踏车民兵精神振作 寒声振天动地 在车船的撞击和拍杆的拍杂下 金军船只大多沉于江中 渡江的金军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下伤亡过半 但依旧与宋军厮杀 一直到了日暮时分 仍不肯罢兵 这时恰好有一只从光州败退的宋军 途经踩石 宇文立刻令人将魁军拦住 令其绕得金军背后出击 金军见后方由宋军来攻 以为宋军援兵将至不敢再战 于是开始权献败退 宇文立刻命令弓弩手射击撤退中的金军 大败金军 杀掉金军四千余人 并斩杀金军首领万户两人 俘虏千户五人 以及金军人马五百余人 金军渡江大败而还 王延亮恼羞成怒 猝死了生还的金军 此日王延亮令金军再次渡江进攻 宇文继续指挥江上和岸上的宋军 权献出击 焚毁了金军战船三百艘 金军再次遭到重创 退回江北 不久 王延亮写使臣 待诏书渡江 企图示意离间之际 不料被云文识破 并回复了一封信 发誓要与金军决一死诈 王延亮收到信件后大怒 知道难以再踩尸渡江 于是斩了汉人向导 以及造船工匠 匆匆撤离北岸 直奔刮州 企图在刮州渡江 彩石之战 宋军击败金军主力 使南宋的江淮战场 化作险为夷 此时 李显忠也从吴湖赶往彩石 于云文告诉他 敌人进入扬州 一定会在刮州 合兵一处 进口没有防备 我一当前往 你能分兵 帮助我吗 李显忠于是将六千士兵 交给于云文 于云文先去探望刘琪 此时的刘琪已经病得不能起床 刘琪躺在床上 紧紧拉着于云文的手 心情沉重的说道 国家养兵三十年 没有立过一点战功 想不到立大功的 竟然是您这位书生 我们做将军的 实在太惭愧了 于云文安慰了他一阵 便返回军营 此时宋军的战船不足 于云文命士兵砍伐木材 锻造铁舰 将名船改为战船 在江中绕着金山周边巡礼 为迎接金军的下一次攻势做准备